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現在是英國時間9月23日下午4時,歡迎收看新聞傳送,我是王俊賢 香港電台自3月開始,由毫無傳媒經驗的政務官李百全空降上任廣播處長後, 聚職被整頓。眾新聞報導,港台內部向原公發通告,由海市處副處長司金長出任副廣播處長, 意味港台兩個最高層人員都沒有任何傳媒經驗。 港台自今月13日,前副廣播處長馮建業調任政府產業處處長後,職位一席元兇。 而司金長去年4月接任海市處副處長,年多後就接任副廣播處長。 自李百全接管港台,多個高層辭職,並隨即引入新編輯管理機制,由處長和高層組成編輯委員會, 在製作或播出前檢視節目。多個原定準備出街的節目都被撒停,部分甚至由網站下架, 包括頭條新聞,視點31,左右紅藍綠等等。 至於黃牌節目鏗槍襲襲,改由其他部門或外判製作。 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控署謀顛覆國家政權,33個還押或再受被告, 由籌車押送到西格隆裁判法院認訊,另外14個莫准報式被告自行去到法院。 何桂蘭報式申請被駁回,裁判官也拒絕放寬傳媒報導限制。 何桂蘭說不放寬傳媒報導限制,討論也不會消失。 辯方指出,控方未完成翻譯所有文件, 認為不應繼續處理交付到高等法院程序。 法案法指定法官處理總裁判官羅德全決定,押後到11月29日處理, 同時下令控方兩個星期內向辯方提供翻譯文本。 如果未完成,要去信法庭重定提選日期。 判定時,眾被告向下星期生日的黃子月和袁家衛送上生日祝福。 目前這17個被告中有14人目准報式, 剩下33人要繼續還押或因其他案件服刑。 至於賢學施政發言人,19歲的黃遠林,星期三去到旺角警署自首。 警方落案起訴拒絕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 在西九龍座判法院提堂。 是涉及賢學施政第四人被控同樣罪行。 案件日後到11月3日再訊。 轉看英國消息。 英國能源危機進一步升級,面對天然氣價格持續上升。 星期三下午,Aflow Energy和Green先後宣布停運, 合共影響83萬用戶。 近月能源公司停業潮前後影響150萬用戶。 英雷銀行自出能源價格飄升, 或者會推升今年通脹去到超過4%, 並下調第三季經濟增長預測0.8%至2.1%。 能源監管機構Off Jam警告, 氣價上升前所未見, 預計會再有更多能源公司結業, 更多客戶將會受影響, 或者需要轉換到新的能源公司。 如果不幸能源公司停業, 用戶不需要過分擔心。 因為Off Jam會確保用戶煤氣、電力不受影響, 也會安排委任另一間能源公司接收受影響客戶, 不過新計劃一般比原定計劃貴。 用戶可以留意帳戶餘額, 下載月結單和紀錄低電標的讀數, 不需要即時取消扣帳銀行戶口。 另外,帳戶所有餘額都會受保障, 稍後會退還。 如果有未繳交款項, 就需要向新供應商繳還。 年計A4 Energy和Green, 今月已有6家能源公司結業, 包括People's Energy, Utility Point, PFP Energy和Money Plus Energy。 而英國第六大能源公司服務170萬客戶的Bub, 也尋求融資。 由業界指出,天然氣供應緊張, 價格大幅上升。 業界就因為能源價格上限, 而無法轉價成本給消費者, 是導致小型能源公司倒閉的主因之一。 Green創辦人Peter Mager, 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 他說停運並沒有做錯, 又說大型能源公司也將會有問題。 他批評政府只是支持美資化工廠CF工業, 而對能源公司倒閉視若無睹。 據報導, 政府曾經有計劃向能源公司提供貸款, 不過就指文樓梯響。 早前政府公布向CF工業 注入筆超過5,000萬英鎊, 資助公司營運3個星期, 並恢復向市場供應二樣發財。 彭博報導,英國政府警告國民 避免去到與中國有引渡協議的國家。 報導引述英國金融家Bill Broder說, 英國外交部官員透露已經聯絡其他 在國安法案件中被提及的人士。 英國外交部回覆不評論私人會議內容。 報導引述Bill Broder指出, 自己被警告香港國安法不僅針對香港人, 亦針對居住在香港司法管轄範圍以外的人。 據說當局表示已經聯絡其他 在國安法案件中被提及的人士。 又說官方人員向他讀出一份 可以將疑犯引渡去香港的國家名單。 港區國安法生效後, 先後有9個國家包括德國、英國和美國 中止和香港簽訂的引渡協議。 現時有資過50個國家和中國簽訂引渡協議。 已經生效的國家包括韓國、菲律賓、 袁南、泰國等等。 歐洲和美洲國家就有墨西哥、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等。 美國聯邦儲備局結束今年兩日議式會議, 宣布維持聯邦基金利率不變, 介乎0至0.25厘。 每月買債規模1200億美元也維持不變, 符合預期。 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之後見記者, 說通脹已取得進展, 是時候啟動減少買債, 說下年年中結束買債計劃可能是適當做法。 他說如果經濟最得符合預期進展, 聯邦儲備局可能在下次會議採取貨幣政策行動。 利率點陣圖顯示, 有9個委員支持下年加息多過6元份的7人, 預計最快可以在2022年加息0.25厘, 2023年再加0.75厘。 聯邦儲備局下調今年GDP增長 預測1.1個百分點到5.9%, 下年增長3.8%, 最新今明兩年失業率預測分別是4.8%和3.8%, 各方重視通脹指標, 預測今年升3.7%, 比6月時預測高出0.7個百分點。 帶回香港財經消息。 全球投資者關注中國恆大債務危機, 據報中國當局計劃敲定將恆大一拆三重組變成國企。 另外據報中國金融監管機構要求恆大確保樓盤不爛尾, 同時避免出現美元債券違約。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說, 有關監管機構在最近一次會議上, 要求恆大和境內外的投資者積極溝通, 避免美元債出現剛性違約。 不過未有就此提出具體方案。 恆大星期三深夜召開專題會, 主席許家印要求集團全力以赴, 復工復產,確保交流。 恆大股價一度升到3元全力高位, 之後升幅收窄到17%, 收視報2.67%, 內房和內地物館股也有反彈。 恆生指數收視報24510點, 升289點, 成交接近1800億。 新聞傳送到這裡, 拜拜。